大陸票房冲破25亿台币 古天乐的电影 九龙城寨之围城 掀起九龙城寨的怀旧热潮 其实港片的场景 吸引力超级强大 游客到香港去玩都喜欢打卡 港片的黄金配角林雪 就拍了一系列的作品 带大家重返港片现场 港星林雪是黄金大配角 无论是十神功夫里的小角色 或是戏份比较多 警匪电影中摸鱼的肥警察 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一天林雪带着观众 重返20年前 激动部队中的火锅店 这家以沙爹流肉文明的火锅店 不少游客都是跟着港片而来 吃的不止味道 还有港片的情怀 林雪最近拍了不少短片 带大家重返电影场景 也回味他拍戏的干苦 港片是不少游客的回忆 最近陆港两地票房大卖25一台币 古天乐红金宝等眼 大九龙城寨之尾城 重建了已经拆迁 还原80年代龙蛇混杂的九龙城寨 城寨的回忆是脏乱 但在日本人眼中 却成了一种杂乱美 电碗及各种场景都在日本复制 而港府也决定跟剧组合作 重置存在布景 打造成游客打卡点 吸引力可能更胜 遗址改建成的公园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